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是入口 上次我来蝙蝠岛时 是有人隐落 走的并不是这里 可是这里 连个守门的人都没有 有些地方 想进去本就如你 想出来 却难如登天 荆姑娘 难道这蝙蝠公子 是在山洞里宴请宾客的 有时候是丁峰在那里 那这丁峰又是蝙蝠公子的什么人呢 好像是他的徒弟 不管怎么样 我们既然已经来到了这里 看来只有进去 再做打算吧 让我卸下 我有蝙蝶 即使被他们发现 也不会为难我的 也不会为难我的 是 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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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 你来点啊 老雀鬼 老雀鬼 老雀鬼是你吗 海贵 是我 是我 老雀鬼 没想到 你也掉起来了 这跟头 摔得可真够冤枉的 连别人的样子都没看清楚 就变成王里的鱼了 我现在终于明白 靖姑娘为什么这么害怕 也许我们真应该听她的话 这个蝙蝠公子 简直不是人 就是一只蝙蝠 只有蝙蝠才能享受 这么恶毒的坏追 你说这个洞 比石冠英如何 石冠英跟她比起来 简直是个还没断难的小孩子 看来 从我们一到这里 他们就知道了 我们的一举一动 他们都知道 但是 我们却不知道她是谁 这是最可怕的 金姑娘的 老丑丑呢 对 老丑丑在哪里 你希望她也下来 老丑丑 她本事再大 她也不是神仙的 要是掉进这个鬼地方的话 就算她运气再好 那也得倒霉啊 大爷 这林这么黑 老胡他们中了机关 调到哪里去了 我看 他的运气应该比咱们好一些 什么声音 什么声音 谁啊 谁 老丑丑 老丑丑 是不是你啊 谁啊 谁 谁啊 谁啊 老丑丑 老丑丑 是不是你啊 谁啊 老丑丑 不会是你吧 莫 莫非他运气比我们还糟 已经遭 遭了毒手了 不会 不会 绝对不会的 他们不会把一个死人关在这里 就算不死 伤得也不轻 要不然为什么不讲话 还贵 你还能动吗 你过去看看 爱琴 我现在像只死蟹 你呢 我现在简直比死蟹还糟啊 爱琴 莫非 莫非 爱琴 爱琴 你说话呀 你干什么吐吐吐吐的 这人要是老丑丑 我们俩就糟了 死定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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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楚留相 你是谁 我 我不是人 是畜生 一直不知好歹的畜生 我不是人 你 是郭子肠 你是郭子肠 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 这是我的报应 报应 难道是丁峰 不要提他 他不是你 他连畜生都不如 他为什么要这么对你啊 一个会出卖朋友的人 自然 也会被朋友出卖的 老丑丑 还好老丑丑 没有被关进来 唉 不早就说嘛 他无论遇到什么样的 陷阱 都会死里逃生的 那 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们 只能等了 等什么 等死 请进来呀 请进来呀 这位姑娘 你至少应该先告诉我 你是谁呀 我没有姓 你没有名字 你只要知道我是东三娘就够了 在这里的东三娘 反正全部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里是什么地方呢 来呀 来呀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不知道 你 你既然不知道 那你是怎么来的 我不管你是谁 也不管你是怎么来的 只要你能陪我聊两句 倘若我要是不愿意呢 你 那么你就得死吧 我若死了 恐怕你就得先死 死 你以为我怕死 嘴里面说不怕死的人 我倒是听说过很多 不过 真正不怕死的人 我是一个都没有见过 那么你现在就见到了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我可以让你 比死更痛苦吗 痛苦 像我这样的人 还有什么痛苦能折磨我 你无论用什么法子 都吓不到我的 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人了 好啊 你若帮我的忙 我就帮你的忙 好啊 无论什么要求 我都可以答应你 我只需要有人陪我聊聊天 只要我能够活着出去 我一定会带你走的 不必了 难道你想在这里过一辈子 是的 好啊 外面的世界 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 人间 并不是如此的黑暗 外面的世界不但有光明 而且还有欢乐 我不要 我什么都不要 我喜欢黑暗 你要走了 我不得不走 到哪里去 我也不知道 我应该往哪里去 你知道外面是什么地方 不知道 你既然不知道 你根本连一步都不能走 也许 你只要一走出这间屋子 就得死 但无论如何 我都应该试一试 你为什么不让我帮你的忙 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如果我能够活着出去 我一定会回来把你带走的 你 你是个好人 无论 无论你要到哪里去 我都可以跟着你去 不必了 跟着我 你就一定会有危险的 危险 我连死都不怕 还怕什么危险 可是我 可是我 这是我自己愿意的 我几乎从来没有做过一件 我自己愿意做的事 你至少应该给我一个机会啊 这一次我想依着我的心 自己做回主 我没有名字 只不过是个工具 你若一定要问 不妄就叫我东三娘吧 因为 我住的是第三间屋子 你要带我到哪里去 逃出去 哦 也许 你是要去找蝙蝠公子 不是 我要先去救我的朋友 我知道 那边有间牢狱 却不知 你朋友是不是被关在那儿了 说不定 他们已经遭了毒手 这地方有两层 我们现在是在最下面一层 下面这一层 有东西南三排屋子 中间是厅 有时 我们也会到厅里去陪人喝酒 上面那两层 我只去过一两次 幸好 老狱就在下面这一层 我们出门后 沿着墙向右走 再走到后面 就到了 在这屋里 我们还可以说话 但一走出这门 就绝不能再发出任何声音来了 这里到处都是致命的埋伏 走得慢些 总比永远走不到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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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死的是谁 这次是第六十九自巡逻的两个兄弟 这两个人并没有死 你们连死人和活人都分不清楚 怎么回事 谁点了你们的穴道 不知道 我简直连个鬼影子都没看见 我也不知道 我糊里糊涂地就被他点住了穴道 小人们早已经将这个地方包围住了 就算是只苍蝇都逃不出去 苍蝇也许逃不出去 但是这个人一定可以逃出去 这个人简直不是人 是鬼 我想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 退 七十次巡逻开始 每个时辰 加六个班巡逻 遇到外带腰牌的人 格杀无论 是 谁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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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鬼 啊 老臭臭 哎呀 你怎么也被关到这里来了 你的运气不是挺好的吗 你本事不是很大吗 哎 哎 谁说我是被关进来的 我是走进来的 你 你是走进来的 啊 原来你被网住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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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鱼 我还是死鱼呢 你的本身的确比我大 哎 这个网太结实了 我咬也咬不动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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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的 你是怎么进来的 啊 哼 我当然是走进来的了 难道像你们一样 被绑成这个样子像一条鱼吗 哎 哎 其实我是多亏了一个朋友 帮我的忙 才能到这里找到你们 朋友 谁啊 他叫东三娘 我相信你们以后 也会成为好朋友的 哦 那是当然的 既然是你的朋友 那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哎 哎 这只可惜这里太黑了 看不见啊 哎 东三娘 嗯 嗯 你好吗 我叫胡铁花 我这还有个朋友 哎 是个小胖子 小胖子 哎 张三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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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好像还有位朋友是吗 我相信这位朋友 你一定不想知道他是谁 莫非是勾兄 你真成活神仙了 你怎么知道会是他 勾兄 不知道你伤了重不重啊 楚相帅 不要管我了 我本就应该得到报应 你们 你们还是快走吧 他们不走 他们也要留在这里陪着你一起死 江帅 蝙蝠公子就在最上面一层 正在大雁兵客了 你们快走 三娘有劳你们 走 狼叔叔 刚才这门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 我进来的时候 这门是开着的 这门是开着的 他为什么没关呢 这门为什么没有关 我怎么会知道呢 那 那就奇怪了 那刚才你进来的时候 没有人开门吗 我刚刚进来的时候 外面的确一个守卫都没有 或许 他们是觉得 我们根本就逃不出去呢 既然是这样 那刚才那个人是 是怎么来的 也许 他一直就跟在你身后呢 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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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没错 也许就是他一直跟在你身后里 没有发现 你居然 居然连你都没察觉 难道他不是人是鬼啊 哎呀你小点声 这个地方很容易有鬼 你再喊鬼就来抓你 哎呀 现在我马上就要变成鬼了 还怕什么鬼呀 是什么有火折子 什么火折子 你忘了吗 我们是从海里面飘过来的 我也有 在我的削土里面 有一个火折子 居然没被搜出来 这个火折子 是京城霹雳堂 专为宫里的大内高手做的 特别小巧 而且不怕水 不错 我听说过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火折子 价值千金 很少有人能买得起的 对 哎 找到了找到了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不行 这里绝不能点火 不能点火 东姑娘 你是害怕被他们发现对吗 反正我们现在都给关在这里了 还怕什么呀 不行啊 求求你 千万不要点火 千万不要啊 这 是 你 你 是 我明白了 东三娘为什么怕光 她为什么宁愿死在这里 原来东三娘根本就没有办法 再看到光明了 你们为什么不说话 是不是 火已经点着了 还没有 这个火折子怎么跟木头一样 把你点不着啊 谁能够把它点着的话 我就把它吞了 就是嘛 这么一个火折子 卖好几百两 真是骗人不偿命啊 对啊 看来我也是上当了 好在我的银子来得快 来得容易去得快 也没什么关系 你这就叫黑吃黑 嘿 没关系 就算是有火 也照不出什么来的 这里根本就没有别的出路 你们说这里会不会有我们的朋友啊 对对对朋友嘛是越多越好 要不这样吧 这里这么大 咱们分头搜查吧 好好好 你去这边我去那边 好好好 好好好 哎呀 这里怎么会有个大箱子啊 对啊 让我看一看 不 让我摸一摸 这个不就是那个 白衣神尔 你 英老先生吧 英老前辈 英老前辈 是我们 我们都在这里啊 我早就知道你们都会来的 啊 为什么 人家早就准备好了对付我们了 啊 啊 为什么 大一开始 他们对我们的一举一动 每一件事情 都知道的清清楚楚呢 清清楚楚 你说的是蝙蝠公子吗 是啊 他们不但知道 我们是要来的 而且知道 我们什么时候来 他怎么快知道的 当然是有人告诉他们了 对于我们的事情 这个人 完全都了如指掌 啊 我没有说 用不着我说 他们都已经知道了 而且 比我知道的还清楚 若不是你说的 还是谁说的 谁会知道我们的行动 我不知道是谁 但是我知道 这些人当中 必有内奸 你们可以不相信 但是我 我不能不说 我相信你 你相信他 为什么 白烈 绝对不会是他杀的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兰太夫人就是枯梅大师 你是说杀害白烈的 跟杀害枯梅大师的 是同一个人 不错 那个人 就是出卖我们的凶手 你知道他是谁吗 我现在 当然还没猜到 纵然我猜到了一点 我也不能确定 姑且说来听听啊 还怪 我没确定的事情 从来不说 要到你确定的时候 恐怕我们已经听不见了 知道我们行动的人 并不多 除了你们三个人之外 再有就是 高姑娘 花姑娘 金姑娘 难道是 他们三个人中的一个 绝对不是高雅男 他不会出卖我们的 那花姑娘会出卖自己的师父吗 也不是他 那有嫌疑的人 就上下金姑娘了 那更不可能了 都不是 难道是你啊 我 还有 丁峰想必也不知道 兰太夫人就是枯眉大事 那么知道这件事情的人 就越来越少 就要是 英老前辈 请问你是否 一到这里 就遭到不测了呢 我 我根本还没有到这里 在魔鬼坛 我就遭了毒 而是 这 就是 太老了 再来 我 做 把你做的不一样 我 你 你要是 有什么 你 有什么 你一定可以看到他的身形了 那里 当时虽然没有星月灯光 可那天色 总要比这里 亮一些 那么你可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我看见 他身上穿着件黑袍 用黑金蒙脸 那武功之高 简直让人难以想象 我顿时失去了反抗能力 这个人会是谁呢 还有谁啊 肯定是蝙蝠公子了 不是 肯定不是蝙蝠公子 你怎么知道不是呢 我虽然看不见他 但是我听得出来 那是个女人 是女人讲话的声音 女人 难道是昨天晚上 以神桥迎兵的那个女人吗 不是 虽然她的武功不弱 但是和这个女人相比 还不到她时程中的异常 武功如此高的女人 在江湖上很少见她 这个女人 像是方才在门口讲话的那个女人 她 对 就是她 你是方才说话那个 是女人的声音 怎么女人的声音那么难听啊 她原本讲话 绝对不是这种声音 那她平常讲话是什么声音啊 你听得出来吗 我老了 怕耳朵也不行了 听不出来了 啊 你是听不出来还是不肯说啊 婴老前辈 此事事关重大 如果您真的听得出来是谁 为何不肯说出来呢 啊呀 无论如何 那肯定不会是 华珍珍 高亚男 还有金灵芝 因为他们三个女人加起来 也没有那么厉害 嗯 不错 如果刚才那个女人 一直在我身后 跟着我的话 而我却完全没有听到 那么如此说来 此人的武功 一定是非常高的 此人的武功 高深莫测呀 江湖上 武功高深莫测的人 都心高气傲 又怎么会愿意给那个蝙蝠公子 当走狗呢 而且还知道我们的行踪 啊 金姑娘 楚流笑 你抓我胳膊干什么 不怕小狐知错 高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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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男 你怎么也在这里 知道你们在这里 我怎么会不来呢 你 你嘴角怎么了 流血了 谁 谁欺负你了 你告诉我谁欺负你了 是不是那个王八蛋 他们不是 请你来做客的吗 他们已经知道我是谁了 想必 他们早就已经知道我是谁了 没错 那个鹰老头 他说的没错 我们这里面肯定有内奸 是 可是华姑娘她人哪 你用不着想着她了 她绝对不会到这儿来的 为什么 我现在才知道 我 出败我们的人正是她 将清风十三世的秘本 倒走的人正是她 想必家师早就已经怀疑她了 所以这次出来 才故意带她一起的 没想到她 唉 想不到 我们几个竟会被这小丫头给骗了 唉 那肯定是 白猎兄无意当中知道了她的秘密 所以她一并把白猎给杀了 其实 我早就怀疑她了 你什么时候怀疑她了 你不是一直说她很温柔又善良 见了血举恩 你什么时候怀疑她了你 唉 这个小姑娘她 她的戏演得实在是太好了 所以才把我给骗了 家师在临死前 的确留下过遗言 要我对她提防些 但当时连我都不相信 所以我就没有告诉你们 她一定早就知道 令师对她有怀疑 所以就提早下了毒手 但家师一向待她不薄 我又怎么会想到 她会与这蝙蝠岛友勾结呢 我就想不明白 她武功怎么会那么高 她 随随便便就把白猎给杀了 白猎又算得了什么 只怕连你们 都不是她的对手 去 就她一个小姑娘 我一口气就把她给吹倒 她有什么了不起的 也许 你们还忘了一件事 什么事 什么事啊 你们忘了 她姓华 我还想让她 姓华又怎么样 难道 她是当年 蜡手仙子 华飞凤的后人 一点也不错 华祖师业在修成正果之后 将她早年降魔石炼的武功心法 全都交给了她的兄弟 因为这些武功 都是她老人家的心血结晶 实在不舍得将之毁于一旦 所以摘心手就是其中一种武功 不错 但摘心手 却还不是其中最厉害的功夫 她老人家 也觉得这些武功过于毒辣 所以她一再告诫她的兄弟们 只能保存 不可轻易去理 江湖中失传的武功可多了 有一些我连听都没听过 可华蓁蓁不知用了什么法子 将这些武功全都偷偷练绘 然后 才到了华山来找到家师 这么说来 她之前不是华山派的吗 她投入本门 只不过是近几年来的事情 家师知道 她是华祖师爷的后辈 自然对她另有相看 所以 才传给她清风十三世 她就是为了要学清风十三世 所以才败在华山门下 想必正是如此 因为那些武功固然厉害 但清风十三世 却是他们的克星 想必她 还没有进入华山派之前 就已经跟蝙蝠岛有了勾结 家师则图一向最严 正因为她是华太祖师的后辈 所以竟为调查她的来历 否则 也不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 如此说来 婴老前辈 昨夜遇到的人 必定是她了 周焦 中担在前 为难当头 都一起感受 男人就该抬起头 站在风口 本缘情愁 喜怒泛勇 同命于合奏 抓不住风就紧握拳头 一生难免有太多争斗 百年之后没过余生秋 一生有多少对手 有几个朋友 千和百都感受 浪花逃不尽陈旧 说不尽风流 拼搏过一生何求 你是最强的对手 最好的朋友 宁愿一生平手 无论风雨多几周 千如多锦绣 人羡脉搬流 为三国已终构 一生有多少对手 有几个朋友 成和百都感受 浪花逃不尽陈旧 说不尽风流 拼搏过一生何求 是最强的对手 最好的朋友 宁愿一生平手 无论风雨多几周 千如多锦绣 连人羡脉搬流 会三国已继续 会三国已继续 优优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